从小立志成为医生 一路上考验不断 希望渺茫 但他坚持 从6所念的那些书都一直拿来看重看重看 哪怕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 因为自己没有准备 而失去了这个机会 30岁那年终于考上一科 好 我就睡两小时 我补八小时 苦尽甘来 他坚持初衷 要成为一名治病犹亲的良医 谢谢大家